什么样的队伍才是日本第一 什么样的挑战才能称霸全国 灌篮高手不仅代表着童年、梦想、对篮球的热爱 更是一篇承载着永不放弃精神的故事 今天带你们一起重温全国大赛前 湘北最强先发五人 找回当时的热血 致我们永不褪色的青春 中锋赤木钢线 197公分90公斤 外号大猩猩 身材魁梧 任湘北队队长 更是湘北禁区守护神 神奈川第一中锋 赤木强如游鹰 篮球生涯却格外坎坷 赤木从小学开始就梦想称霸全国 国中正式开始篮球训练 高中进入默默不闻的湘北 高三之前 更是除了受伤离队的三井 没有人可以帮助赤木 高中末年才迎来了三井回徽 攻城 鹰木 刘川峰加入 组成湘北最强先发五人 赤木擅长内线 中距离得分 还是个篮板机器 场均能拿到25.3分 12.3个篮板 四次阻攻 进攻天赋极高 左右手皆能投篮 还拥有丰富且全面的地位技巧 攻守兼具 以灵活的地位脚步 柔和的篮下 终结手感 统治禁区 大绝招 大猩猩拦截 大猩猩扣篮 不扣一个 都对不起观众 更被誉为 神奈川县大赛 五大明星球员之一 曾于海南一战中赤木砍下33分15个篮板的大号两双 在与灵南练习赛一战中 面对神奈川县第一巨人202公分的鱼柱 仍能在其面前轻松好取30分 篮下进攻手段 内线技术 甚至吊打鱼柱 如此全面的赤木也在县大赛中成为神奈川禁区最强存在 除非你有像鱼柱这样的高格尔 否则得奉上三人包夹才能限制住赤木 赤木地位虽强却也不是武警 打木 鱼柱一定程度上都能限制赤木得分 而接下来赤木即将面对 Bug级别中锋 日本高校第一内线 善亡工业禁区怪物 猿人 隔天牙屎 说到灌篮高手里面最潮的角色非工程莫属了 一头花椰菜 加上耳环配饰 宛如艺术般的传球 真的超帅 工程良田四肢控球后卫 身高168公分 体重59公斤 虽然有着身高上的天生劣势 却有着快速 吸力 超高的篮球智商 精准的传球串联队友 每场比赛都拼到最后一刻撑到最后 没有因各种原因而离场 作为球队的发动机支撑着湘北 每场还都有不错的超级成绩 对阵祥阳三次 海南两次 陵南四次 拥有顶级的运球技巧 体能很好 还有一手不看人传球的大招 对味道的人都是怪物等级 不是阿牧 就是腾真 哎呦怎么样 一样能在常人底下取分 工程一人硬上仙道得分 能突破 能传球 速度又快 工程真的是个非常出色的空位 长军送出十一次助攻 两次以上的抢断 冷静聪明 胆大 但中长距离投篮不佳 有点朗多的味道 工程确实有成为 那么万后卫的天赋 而接下来 工程即将面对日本高中 第一控球后卫 超强的组织能力 防守无懈可击 山王工业的队长 深进一城 人总有在巅峰闪耀之时 人也会遇黯然失色之客 有经历挫折的男人最帅 永不放弃的男人 三井兽 三井兽 四职得分后卫 身高184公分 体重70公斤 曾是自命不凡的天才 更是武师中学的MVP 高中入湘北时 是多美耀光 周期了打进全国的梦想 却被现实狠狠击倒 面临数月的祝愿煎熬 不能打球 最终选择永远离开篮球队 打架堕落 自暴自弃 正是直到世界的尽头前 不要轻易放弃 超越自己的坚强意志 造就了浪子回头 三井技术非常全面 能射 能传 能个人突破 拥有出色的三分投射 防守观念 关键球的处理 神闻又快速的出手 与祥阳的比赛 三井经历两年空白期 正是回归 因两年没有训练的缘故 被对手严放下 过早耗尽体力 而降低射篮准确度 无法发挥擅长的三分球 最后时刻 湘北队大幅落后 三井靠着不轻易放弃的信念 超越自己的意志 影师连续投进了三颗三分球 帮助湘北追上笔书 三井的内心 从傲慢不成熟到悔恨振走 三井找回他的栖身之地 那便是正是自己 三井错过了两年空白期 那便是加倍努力 三井也将带着永不放弃的精神 帮助球队在全国大赛向前进 而接下来 三井将对上 能胜任任何位置的 全能得分手 山王功业最强前锋之一 松本人 能控制篮板球便能控制比赛 自称天才 篮板王 百年难得一见的超级天才 櫻木花道 櫻木花道 四肢大前锋 身高188公分 体重83公斤 从小就喜欢打架 在国中时 是学校里让人害怕的小混混 更与几位好友 组成干架团体 櫻木军团 高中时 为追求勤子而加入篮球队 为了早日令勤子另眼相看 开始接受赤木特训 磨练出内线卡位 抢篮板球的技术 短短的时日 便从篮球门外汉 到湘北的秘密武器 櫻木有顶尖的速度 弹跳力 以及惊人的体力 善于抢篮板球 上篮和灌篮 从翔阳一战以来 场均能抢下10.2个篮板 除此之外 鹰幕有个短板 经常陷入犯规麻烦 急速武范离场 但关键时刻 时不时有让人惊喜的表现 与翔阳一战中 隔口花行透 与灵男一战中 在赤木身后 硬是挡住了鱼柱的射篮 更在最后时刻 抢下进攻篮板 上演再见灌篮 鹰幕对感兴趣的东西 学习得很快 还有哪里不足 就努力改进的决心 对上海南比赛时间结束前 鹰幕的传球失误 令香北错失了 追平比分的机会 从此鹰幕便剔头学耻 对内练习赛 硬自己不会投篮的短板 被三井防盗怀疑人生 开始接受赤木特训 练习近区投篮 后期也接受安西教练 两万球射篮集训 开发出投篮技巧 而接下来 鹰幕将对上 日本最强大前锋之一 三房工业 主力大前锋 也变强广 中二高冷帅哥 行走的费洛蒙 香北进攻核心 刘川峰 刘川峰 四只小前锋 身高187公分 体重75公斤 出场以来 一直就是神一样的 进攻核心 从小 就是备受期待的 篮球新星 国中成为最强王牌 养成一个人 单打解决 球队全部问题的打法 而高中英 向北离家境加入了 湘北 刘川峰对篮球的热爱 可是不输给赤木的 称霸拳目 每天晚上训练到西灯 许下目标成为 神奈川第一 刘川峰能力极强 场均能拿下30分 有着行云流水的速度 柔和精准的投篮手感 后仰跳投 假动作传球 都能来一手 每次只要刘川峰 拿出一件新武器 都感觉他是早就有了 只是现在才拿出来用 这位强如乔丹的天才 却崇尚个人主义 碰到挑战会倾向自干 连续国中时期的打法 一个人解决一个球队的问题 只要能得分 怎么打都行 因此常被对手看穿打法 只会执着于单打独斗 刘川峰一直都是技术流 进攻方面可以跟仙道比肩 海南一战中 刘川峰砍下31分 上半场就砍下了25分 当时赤木退场 鹰木进攻能力太弱 攻城被阿木严防死守 三井受体能影响 刘川峰看无双一跳舞 上半场最多落后15分 刘川峰以一人之力 将比分扳平 不过刘川峰技术再强 也串不起全队 体力不加是缺点 无法全场保持高爆发力的打法 也没有仙道那样的球伤 球场适应 虽场有妙传 但也爱年球自干 刘川峰这个角色的全部成长 就是那一句学会了传球 跟仙道对决时彻底醒 开始注重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也省思按锡教练说的 想去美国先赢仙道 后期更磨练出 接近控球后卫等级的传球能力 现大赛后 获选为神奈川最佳五大球员之一 最佳新人 而全国大赛 刘川峰将面对日本第一高中生 高一变帅队夺得全国冠军的超级天才 善亡工业的小前锋 责备荣志 我是金 期待向北最强五人的表现 希望你们喜欢 我们下次见